以林Sir,之前聽電視來說 某個裝修平台不是裝修爛尾 而那個師傅也騙了不少人 是的,所以裝修平台對工程的爆關是很重要的 沒錯,但萬一這麼不幸 如果裝修爛尾,其實有什麼可以做呢? 裝修糾紛都常見 而護主是一個消費者 很多人都會說,護主要投訴是否向消委會 裝修大的糾紛甚至爛尾,其實要向海關投訴 香港海關是跟進裝修一些嚴重的糾紛 另外還要看看個案是否涉及詐騙的情況 那什麼意思呢? 可能護主已經給了很多錢 可能給了九成錢 但工程只做了兩三成 我們都很懷疑這間裝修公司是有心騙錢 如果牽涉有機會詐騙,其實護主也需要報警 警方也會考慮以民事或刑事起訴這間裝修公司 包括由法院做訴訟,即是請律師去打官司 如果追託金額是不過七萬五 還可以以自便的方式在小額前債庭處理 另外也要看看裝修合約有沒有寫明仲裁條款 如果有寫,就可以用仲裁的方式解決 不過是進行任何的司法方式都好 其實護主也需要找一間公正行 進裝修單位的現場去看看 才再找裝修公司做工程 護主要找一間公正行進入現場 看看施工的比率有多少 施工的質量有沒有問題 還有大概要計算一下 需要追討的金額有多少 所以這些東西就需要公正行去寫公正報告去處理 林Sir,如果聽你剛才所說 做完以上的程序之後 我想找一間新的裝修公司接手 那它入場的時間是何時的 是的,新的裝修公司何時可以進場 其實做公正行的人員 進場看完之後準備做公正報告的階段 其實已經可以找新的裝修公司進場了 不過護主記得做一件事 就是要盡量最大的能力 通知之前的裝修公司 關於現在它要爛尾了 所以現場留下的東西 包括所有工具工具 一定要在七至十月內清走 這個通知一定要很徹底 要很盡力去做 譬如我們要記掛號信去公司 我們要以Whatsapp 或者是任何email的紀錄 是有文字紀錄的 白紙黑紙去做紀錄 去通知之前的裝修公司 現在因為它的爛尾 導致有很多損失 甚至要進入法律程序 和處理工具這些資料都要提及 原來遇到裝修爛尾 都不是說束手無策 都有很多方法去做 其實大家如果在外面遇到任何裝修爛尾 或裝修搞分 其實都歡迎去找我們ECO去協助 我們擁有專業資格的工程顧問林Sir 都會去幫助或者解答大家的問題 所以如果大家有朋友準備裝修 都可以把我們的影片分享給他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